新元时影 老鹰之歌 心灵得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流行于七零年代 又是一首渴望自由的歌 歌词里说 要做个飞来飞去的麻雀 不愿做个蝸牛在地上慢慢爬行 要做个锤子 可以到处操作 不愿做个钉子被钉死在一个地方 要做个大自然里的森林 不愿做个人来人往的街道 愿脚下踩着泥土 愿扬帆远行 当一个人被束缚在地上的时候 就会发出最悲哀的声音 现在网络很流行一句鸡汤文 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虽然我们往往不得不困在 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和义务里 做个在地上慢慢爬行的蝸牛 做个被钉死的铁钉 无法奔向远方 但想象力仍然可以伸展翅膀 在广大的天地间任意翱翔 平凡琐碎的生活 也可以充满诗意 就像诗人周梦迭写的《鸡羽的日子》 设过鸡羽的孤岭街拐角 梦抬头 有三个整整的秋天 那么大的一片落叶 打在我的肩上 说 我是你的 我带我的生生世世 来为你遮雨 鸡羽的日子 也能那么诗意盎然 然而 诗和远方都只是暂时的 无法作为我们生命终极的衣归 若认识创造万物的主宰 以感恩的心去欣赏它 创造的美丽奇妙的大自然 去阅读它在每个人生命中所书写 曲折感人的故事 就能活出它创造我们的特别的意义与价值 而不至发出最悲哀的身影了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拥有丰盛的生命 是神对人的美意 也是能存到永恒的生命境界 至于是从困惑 卷切周法 年千一天陪伴蒙古 只要仰望初秋的光明 上明天更自由风生 当传变了光耶稣 并尽在何寂寥此中 在求主拥有安眠的光中 至上是必在先回去空